欢迎再次回来 地球暖化家具 各国越来越重视节能省电 那坊间也有越来越多 协助计算减碳的软件工具 那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碳足迹之外 近年还出现碳手印概念 《晨光聚焦》带你了解 什么是碳手印 我们如何透过简单的方法 计算自己的减碳行动 以及当前的减碳政策 如何影响个人和企业 51岁的叶松林 正在努力改变生活习惯 例如以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 既能增加运动量 又可减少因电梯发电 所产生的排碳量 每当走完楼梯 他就会拿出手机安装的 减碳软件 查看它的减碳成果 为地球暖化尽一份心力 碳足迹是目前最常使用的 减碳计算指标 值得是直接或间接 因人类活动所排放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 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做计算 有数据分析和软件工程背景的 叶松林 一年多前研发减碳计算工具 除了计算碳足迹 也结合近年新奇的 碳手印概念 希望以更积极的方式 鼓励公众减碳 例如当民众以骑脚踏车 代替乘搭大众交通工具时 骑脚踏车产生的排碳量较少 乘搭巴士的排碳量较多 当人们骑越多的脚踏车 就与乘搭大众交通工具 所产生的排碳量差距拉大 更助于环保 这个差距的数值就是碳手印 我们经常谈到的是碳足迹 碳足迹我们一直被告知的是 要越少越好 大概在五六年前 欧洲开始谈到这个概念 所谓的碳手印 应该是越多越好的一个东西 我们以一份素食沙拉和一份牛排 来作为碳足迹的比较 每千克的蔬菜 大约会产生0.5公斤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每千克的牛排 大约会产生25公斤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两者相差达到24.5公斤 这样的差距 如果是以无肉餐取代有肉餐 每餐能减少约260公克的碳排放 这个数值便是碳手印 也就是无肉餐吃得越多 碳手印数值也越高 就表示有越积极地实践减碳生活 我相信实际上市场上 已经有很多人 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个绿色的习惯 我们要把这些人找出来 然后给予一些鼓励 鼓励这些人认可他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再从这一群人当中 来慢慢帮助其他人看到 其实永续生活不是那么难 不是达不到的 是可以达到的 用过的纸张重复使用 各项资源做好回收 灯管换成节能的LED灯 这间在本地有20多年的建筑公司 今年开始积极实践永续生活理念 原因就在于不少大企业客户 为了响应减碳政策 如今对于合作商的挑选更加严格 我们有面对到一些大企业 需要我们来评估这些业绩 我们有遇过几次了 不合格的他们的任报商 还是这些 他们就不会邀请你来参加这个投标 会计师事务所也观察到 近两年寻求减碳方案的客户 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都有增加趋势 但我们在外面的情况下 是增并的重要性 在专业的规模的规模 所以企业来出现 从企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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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认 他们承证专业的规模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大增并 在专业的规模 专业的规模 专业的规模 我肯定说 有很大增并的增并 可能有30-40%增并 在专业专业专专业 今年政府大幅调高企业碳税 从原本每排放一公吨 温室气体征收5块钱 调涨到25块钱 虽然只限于达到 一定排碳规模的大型企业 但是专家提醒 减碳应该落实在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否则所有的成本 最终将会转嫁到自己的身上 这家建筑公司为了要维持 上游大型客户的订单 与未来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加入星展集团 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合作开办的 中小企业减碳辅导计划 计划自今年4月推出后 已有超过60家企业报名 目前我们是有 初步的是那些减碳饭 还有绿化这些 收集那些资料 和那些我们的工地的用途 清洁人员之类的 可能我们的下游那些人包商 还有供应商 他们还没有进入到 这个ESG的这些 变成也是一个挑战 这个计划是希望说 能够以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起为我们的中小企业 成功地去转型 希望说在他们转型当中 能够节省一些在绿色的开支 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费用当中 我们可以提供补贴 到达90% 本地态税自今年起 温室气体排放 从每公吨征收5元 涨到25元 更预计到2030年时 增至每公吨50元至80元 尽管征收对象 主要为每年排放 25000公吨以上 温室气体的企业 例如耗电或耗水量 极大的数据中心 或半导体公司 虽然这只占 本地企业总数的小部分 但上下游供应链 相互影响下 企业寻求专业的 减碳计算和策略 已愈发重要 我们帮助客人 在这种程度上 例如 我们可以做 一个码码码码码码码 我们在整个键量的键量和键量 我们看待在哪里的键量在键量上 即是在键量上、装量上、装量上、装量上 用这些资料来面向监制的侦业 然后看看有些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更多工具的工具 而改变我们的工具更加加热化 我们很专业的额量在键量量的预防 使用力量放入所有建築物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移动 从磨叻力量的力量 第二个是 我们能够尽量能够尽量 从我们自己的地区 例如,我们有一个很大 瓷瓷瓷瓷瓷瓷 在整个的整个地区 我们有近乎40,000区的瓷瓷瓷瓷瓷瓷 企业也能透过本地的碳交易所 购买碳信用额 也称为碳权 直接帮助企业减轻碳税负担的同时 也间接支持世界各地的环境解决方案 至于无法花费大笔费用 聘请专业人士的中小企业 也可找寻市场上的现成工具 每一个绿色的行为 我们都会用碳手印的概念 去把它算起来 然后给予对应的一个 Vera Certified的一个碳资产 让企业能够把 它员工爬楼梯省下来的这些碳 拿来去抵掉它其他的行为 所产生的碳足迹 然而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减碳行动需有赖真正的生活实践 地球暖化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就是这些碳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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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